我家小孩穿衣服根本就不在乎谁生 只要能穿着舒服就行 每次穿透头衫 衣领都要卡在头那里 很痛苦的 说来说去呀 还是因为你头大 该头疼的应该是这位大哥 为了节省时间 直接把裤子穿在身上晕 现在腿应该也会疼了吧 我终于不怕迟到了 因为我请了病假去医院治腿去 上面的兄弟你等等我 我想我也该去医院治病了 好好爬个山 结果脚底打火摔了一跤 朋友 你把汽车上面的飘移技术 用在了人体上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出去彩虹拍照的时候也要注意 这是我让男朋友帮我拍的照片 他说笑我很自然很唯美 请问这哪里看得出来是我呀 头发长了就是闹心 我把头发剪短后省心多了 感觉后脑勺凉凉的呢 朋友 你注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你的头发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此时此刻 我只想念一首古诗来表达我的心情 请问谁叫我 我就是武诗 我的名字没你那么有诗意 但我至少感觉自己的世界都五彩缤纷了 没错 我的名字就叫五彩缤纷 朋友 父母对你的期望千万别辜负了 要一直五彩缤纷下去 尝了这个牌子的糖果后 我的世界就不缤纷了 有海带味道的糖果和土豆味的糖果 请问你想吃哪种 我哪种都不想吃 谢谢 我可以直接吃海带和土豆的 做人就应该直接一点 我喜欢我的英语老师 大过年直接给我发个红包 这样的老师你去哪找去 摸着外面感觉还挺厚实的呢 那那会儿你给发红包 打开之后我就傻眼了 老师 你的英语世界来得好突然啊 搞得我猝不及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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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